我太想搬离洛杉矶了 上个星期阿拉斯加州最大的那个市 安克雷奇市市长说 叫什么David的 他说他把他们是无家可归的那些流浪汉 全部买单机票送到洛杉矶来 我不知道洛杉矶的市长听的是做何感想 反正我是很想逃离这个洛杉矶啊 因为别说阿拉斯加州了 上个月德州才刚送了六辆大巴 200多号从墨西哥翻墙过来的 这些偷渡的人送到洛杉矶 因为你加州嘛 你不是庇护州吗 对吧 你加州政府又有钱 现在洛杉矶 整个洛杉矶县有六万九千多名流浪汉 无家可归的在街上打帐篷的啊 而且据他们这个组织说 已经有四万八千五百多位 没有得到洛杉矶市政府的庇护 所以你想想这些人 他们要吃要喝 多可怕